1999年 近年 早上年 短暴 我有個夢 希望能夠做到新派一些的故事 都是喜劇來的 希望大家可以歡笑一番 但和以前的模式是不同的 無論搞笑的方法 故事內容等等 都是不同的 這是不簡單的,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觀眾在這個時代 我認為不簡單拍兩小時的電影 現在我們習慣連看TikTok都是看幾十秒鐘 WhatsApp三分鐘、兩分鐘都嚴長 他們說笑話來說 一分鐘我都希望快點撥,看看後面有什麼 在這個時代,我們還要拍兩小時的電影 希望人們坐著笑兩個小時,難度會非常高 所以我這麼久沒有拍,都是這樣 譬如韓國,最近這套,羅斯卡這套挺好笑 我以我來說最重要是創新,他有新意 即是說,真是未講過這樣的題材 寄生蟲寄生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而這個社會真的貧富如恕到這麼極端 而逼人去到這麼新的題材 而搞喜劇,我覺得他是喜劇 挺有意思,這些就算好 《一路信封》是一個很有趣的,很少見的環境 忽然間一個台灣的導演,文書說很有份量 他就來香港,他就說 這個基本是為你而寫的,這個性格 因為我看著你,從小看著你去大 我只希望你做這個角色 我這個故事挺有趣的 他就說,不過有一個條件 條件就是,你可不可以不做喜劇來拍這個 我說什麼就不是做喜劇 他說,你可不可以完全不做喜劇 是很認真地,好像drama那樣去演 我覺得很奇怪 我叫喜劇演員,你找我做一個完全不搞笑的方法去演 我反而覺得很新的 那就嘗試玩一下 好嗎